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第三課的課文的一些重要的部分 那這次我們把它分成兩部分 因為其實這課的課文雖然主題比較嚴肅 因為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 但是它的這個文法本身其實是還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從第一段來看囉 好 那我們先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說叫做所謂的完成式的被動 也就是說這邊的話我們原來是B動詞加上所謂的過去分詞 好 那這邊的話你要把這個B動詞的部分再把它變成完成式 因為我們要強調的是那件事情已經做完了 所以這邊的話等於就是說你在這個 因為所謂的完成式所謂的這個 應該說所謂的這個被動的話 在這個PP的地方其實它已經固定了 所以你要改時態 你要去改一個這個被動的一個時態的話 你能夠處理的就是只有B動詞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在B動詞身上去下功夫 好 所以必須要把那個B那個地方呢 當然就要把它改成have或者是has been 好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表示所謂的完成式 然後呢 又是被動 因為我們還是看到B動詞在這裡嘛 好 接下來它說呢 他們的這個parents,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ry how could this have happened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你說又是完成式嗎 那其實它是表面上它形態看起來像是完成式 可是事實上因為它是要表達過去 因為當你在哭泣說發生在你親人身上 不管是它是被殺或者是它是生病啊 ok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它就過世了 那個都是當然是發生了之後你才會知道嘛 所以呢你在講的都是過去的事情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比較一下 當你如果說how could 或者是how can this happen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並沒有辦法很精確的來表達呢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過去 ok 因為我們知道說 刻的這個字啊 它有時候也會用在呢 比如說你不太確定 或者是呢所謂的禮貌性的用法 但不見得一定是表示過去的事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變成就是說 你如果一定要表達過去的話呢 你呢不能只有這樣寫 所以呢變成呢在英文裡面的表達的話 變成呢要在這個happen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呢用一個have happened 因為呢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明確表達說 事情完成了發生了 已經做了已經發生了 ok 好 所以呢這邊the reason 是用這個方式來表達所謂的past ok 所謂的呢 過去的時間 ok 好來接下來我們再往下 他說without capital punishment murderers a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好 那很多同學都對這個participate in 有點疑問啊好 什麼叫做participate in 然後後面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這邊是participate in呢 跟enjoy一起呢 一起來共用這個寿詞叫做life 也就是說呢其實就是participate in life ok 好那這當然是一個比較文雅一點的說法 其實你所謂的participate in life的意思 當然也就是說活著 因為你只要活著 你才能夠參與到這個生活裡面 你今天如果呢 已經去世了的話 這世界上 因為基本上你就沒有生命 那你也不能夠參與生命裡面任何發生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它這邊是participate in life ok 好那當然這邊的話 他會用participate in 當然一方面也是說呢 因為他在牢裡面的話 事實上他還是可以知道世界上發生一些事情 比如說親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至於說他是不是能夠enjoy這個 我們當然就很難說 因為這是每個人的主觀認定 ok 但是至少呢 比如說一個人他如果關了20年30年 那這當中的話 比如說他原來是有妻子有太太的 有妻子然後有小孩的 ok 好那他的小孩也許長大成人 也許結婚有孩子 那基本上他都還能夠參與到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這樣子的意思 ok 接下來 today there are murderers in prisons all over the world most of them would rather spend their lives in prison than ok 好這個地方的話 要請同學注意到了 這個would rather than 他是這樣寫 你要先寫would rather 然後than ok 也就是說呢 這邊呢 只有than這個字來做一個連結 好為什麼要特別提醒同學呢 因為呢你要去想一下 有另外一個片語就是叫做 rather than 對不對 ok 這不太一樣 ok 當你用would的時候 你是要說would rath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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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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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rather learn English than doing household chores for example ok 真的是這樣嗎 也許吧 ok 好 所以呢 這邊的話你是 would rather 然後 than 這樣子 ok 好 那當然你如果呢 在用這個prefer的時候 你是 pref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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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rather tha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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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ok 或者是單純用rather than的時候 也可以 好 但是遇到would的時候 請你要說 so I would rather I would rather I would rather drink a lot of water than having I would rather drink a lot of water than have a taste of that awful soup for example ok 好 那這邊當然還有提醒同學 就是當你用了would之後 因為呢 它是 當你用了would之後呢 因為它是助動詞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要用 原型動詞 那後面呢 then來做一個承接 是一個對等的連接 所以呢 後面呢 動詞也是 原型動詞 ok 好 所以這個呢 就是要請同學 注意到的地方 ok 好 那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其實呢 還不太多啦 其他的話 我想 你都可以自己看 那我們再往下 看到下一段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 killer a destroyer of life should live justice requires that each person respect ok 好 這邊有一個 其實也算是一個 我們常說老梗 就是老師有時候 也蠻喜歡考的東西 就是require這個字 ok require這個字 當然我們知道還有什麼 還有suggest 還有demand 還記得嗎 還有insist ok 好 後面的話呢 你是that 然後呢 主詞 加上什麼 欸 這邊我們說 省略了 省略掉了 should 然後呢 再加上原型動詞 ok 所以就是說 這邊的話呢 雖然你是each person 雖然是第三人承擔處 但是因為其實each person 後面省略了什麼 欸 對 後面省略了should 所以那個respect 平行動詞 有沒有 還有 還有 還有在哪裡呢 欸 還有這個be 也是這樣子來的 ok 這個be的話 事實上也是因為呢 有一個 should should be 這樣子 ok 也就是說呢 each person should be punished for not doing so 對不對 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說 justice requires that 後面 兩個 each person should respect ok or should be punished 否則 好 就要被 處罰 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邊的話請同學注意到 ok 也許這個respect time 不太出來 但是這個be 就看得很明顯 為什麼要用be 當然是因為呢 它是接在這個require後面這個詞句 好 然後呢 它是因為省略了should的關係 ok 好 ok 它說呢這個 the people who commits murder give up their rights to 好 這邊的話要請同學注意到的是這個 your right to to something ok your right or your right to something 好 所以呢也就是說 這邊的話你是the right to 後面呢要加的是名詞啊 ok 對什麼什麼 有權利啊 比如說my right to this land my right to my freedom 之類的 ok 好 所以呢這邊的話是說呢 對於所謂的公民權 然後他們所有的權利 還有呢 他說 對於生命本身 to life itself ok 好 它這邊的論點的話當然是說 當你殺人的話 你就要知道說你要殺人搶命 所以呢等於說 在你殺人同時的話你就放棄了 放棄呢你對於你的這個公民權 還有你對於生命本身 你自己的生命本身的一個權利 這個當然可能還有商榷的地方 不過我們現在只是看文字 ok 好 接下來來說呢 why should the taxes paid by citizen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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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這邊的話我想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才對 所以呢到這一部分為止的話呢 就是我們說是一面的看法 也就是說呢這個殺人者死的 或者是犯這種殺人的重罪的人的話 就應該死這樣子的一個論點 ok 好 那我想我們這一個段 我的說明就先到這裡囉 好 那我們下一段的繼續 拜拜